好,好久沒見你了 來,我來接你call in 來,這個武方射魔 武射魔方啦,不好意思 來,武射魔方你開麥 歡迎你吼 欸,不好意思,我還是喜歡叫你射魔 哈哈哈哈 射魔方,好 來,那個 魔方,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39歲武漢人 39歲武漢人 武漢的魔方 不好意思,我之前叫你射魔 導致大家都歪樓 哈哈 本來說打算改名字 後來我看這個名字大家都記住了 我就不改了 好啦,沒問題 我覺得還挺好 好啦,就是你的標誌啦 好,來 那那個 那個 那個魔方 你 你想要講什麼 不好意思 還沒請教 您從事什麼行業的 什麼背景 媒體的 媒體 黨媒的是不是 對 對對對 你黨媒的想起來 來,所以你黨媒的 你想要講些什麼 關於今天的題目 嗯,就按你的那個下面的標題來說吧 嗯 首先第一個是 美國會不會出兵台海 嗯 我認為是一定會出兵的 嗯 但是一定不會打 嗯 只會看 就是第一個問題 已經 這其實已經很多人已經論述了很多了 美國會出兵台海 但美國一定不會打 對 哦 好 這個其實 其實這個就像大家出牌一樣 嗯 因為這個東西你不能看這個消息面 嗯 你要看基礎面 嗯 因為你回到最原始的 美國它是為了遏制中國發展 嗯 然後呢 它最好呢還能夠賺一點 這是它的目的 嗯 對吧 它絕對不會說我下場 我下了一台 跟中國打一仗 嗯 那中國完了 那你也完了 嗯 對吧 這是兩百巨商的事情 嗯 那麼它的目的是為了 遏制中國 而不是說把自己陪進去 所以說這個看得很清楚 對,沒必要多討論這個事情 那它只是出兵來嚇一下就是 對 那中國為什麼現在做航母呢 就是你美國出牌 我就出牌 對吧 雙方都出牌 然後美國就有個理由 你看 他們也出了一張牌 把我擋住了 嗯 對吧 如果說中國沒有航母這張牌 美國說 美國就不好意思說 我過不去 嗯 那 美國出來一張牌 中國再出一張牌 可能中國打不過美國 但是呢 有個東西擋在前面 美國就有理由說 你看 我這過不去了 這個 我就要競爭上 支持你們 我可以在物質上 支持你們 但是你們要掏點錢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就沒必要 沒必要 過多的去渲染它 因為這是一個基礎的東西 他只會打代理人戰爭 他絕對不會自己下場玩 他如果自己下場玩的話 他必須說 我出的 我損失的人 和物 絕對要遠遠小於我得到的東西 但是他一旦說 正面的跟中國對抗 中國正面跟美國對抗 那就不是說 花一點小錢 或者死一點小 死一部分人的話 就能解決問題了 對吧 那麼他就 這就不是他的目的 那麼你又可以去看吧 中國隨著這一塊 美國會不會出兵台海 我認為是一定會出兵的 但是出兵了之後 就會在旁邊看 就會在旁邊看 對 同理其他的也是一樣的 你說日本也是出兵在旁邊看 對 對 對 日本是一樣的 其實我日 相對於日本和那個 美國我 我更擔心的是澳洲 因為澳洲是屬於 眉頭腦這方面的 什麼腦 什麼腦 眉頭腦 眉頭腦 澳洲眉頭腦 對他更加情緒化 你幹嘛看不起澳洲人 來你說 這個就是這樣 澳洲的政府是很上頭的 他們的那一塊很上頭 所以說我更擔心的是澳洲 日本是不可能的 美國也不可能 日本更不可能 所以就是說到時候如果你的 預測就是台海真的發生戰爭了 反正日本澳洲美國都會出兵 然後美國跟日本反正就是出兵在旁邊看戲 但是就怕澳洲會腦衝 就真的自己上了 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你縱觀美國打了這多年的仗 包括英國打多年的仗 其實第一個往上衝最勇的就是澳洲 而且澳洲人的話他不計死傷 他也要出頭 這個毛病一直都在 好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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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魔方那個 照理這樣講 那澳洲如果真的腦衝血上了 那打了那美國還不是要跟著打 那他盟友欸 不會不會 這個不會 你放心這個絕對不會 美國跟中國絕對打不起來 美中俄羅斯這三家 絕對不可能兩兩相相衝突 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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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可能這三家 這三家就現在就是玩核總連紅的遊戲 然後再打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你說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台灣該如何面對 對吧 其實現在大陸是這樣說 用武力打台灣的話 這個不用也不用多贅述 因為相差確實太大 問題在於打下來之後怎麼辦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討論說 說共產黨能不能夠 然後打下台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會很蠢 我們應該是問 就是佔領台灣以後該怎麼辦 這個是問題 而就是我們也不要看消息面 也不要看說這個報導 那個報導 你也要回到最原點的那個基礎去看 大陸收台灣 現在這個階段收台灣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不讓美國打結 就是下圍棋了之後 是吧 那最後收盤都要打結 隨著結 越少 最後可能 你那個可能性就越大 對 而 嗯 美國這邊的話就找了幾個結 香港呀西藏呀 台灣呢 對吧 OKOK 對 對 他就打結 那如果說 如果說 嗯 大陸這邊把台灣收了之後 你怎麼收法 如果說是 核統 就是說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上次我其實也跟你在那個 這裡面也討論過了 是 一國兩制一定要在以大陸這邊為主體 台灣為輔 嗯 這種方式 才有可能說 才有可能說 就是說 能夠以最小的這種 那種 呃 最少的代價 代價 對 到最少的代價 但是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嗯 因為 因為台灣對於大陸的惡意螺旋在上升 而且 嗯 在台灣的這種 呃 話語權也不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上 嗯 所以說這個惡意螺旋只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高 嗯 所以說就造成了不可能合同 嗯 那武統的話 就看武統 就是武統也要看 也要往基礎面看 就是 我武統以後 台灣是個什麼樣子的 對大陸是最好的 嗯 如果說 我武統完以後 還是美國的一個節 就是 我 就是 我原來沒有武統 嗯 美國可以打台灣節 嗯 跟我武統完以後 美國 還是可以打台灣節 嗯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沒必要 嗯 對不對 這就 這就要看他的這個 跟香港那種感覺就對了 對對對 嗯 包括 他會有很多體質方面的不一樣 比方說 土地私有的 嗯 對不對 如果說共產黨它 武力收回台灣 結果這點沒改 那美國還是可以打這個節 嗯 對不對 因為比方說共產黨要在 因為當共產黨把台灣打壓以後 他肯定是要重民生 重經濟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一塊 他肯定要大量的發展基礎建設 是 像大陸這邊做技術建設的話 全部都屬於 因為它屬於全部都 土地全部是國家的 嗯 那麼它得好處 台灣的話 那就是私人的 對 市人的話它 很多方面為什麼台灣那邊有時候 叫基礎建設不如大陸 對 就是因為它的土地是私有制 是 是 那麼如果說是私有制的話 嗯 美國只需要花很少的代價 比如說請幾個媒體啊 請幾個媒體人啊 在裡面宣傳一下呀 那個 昆皇奪我家的土地呀 什麼什麼 只要慢慢繞一下 這還是一個節 嗯 這還是屬於 中美的一個節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武統然後台灣土地 會變成公有制這樣 對 那如果公有制又有問題 哦 那 那台灣的民心怎麼去攏 對啊 你的公有制了 你怎麼 你怎麼去攏民心 你奪人家財產耶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 就是大陸政府這邊的智庫 在研究的事情 嗯 對吧 就是 你收回來了之後 怎麼讓這個節 少 而小 然後呢 不能夠 不能夠在中美對抗當中 起到 左右中美對抗的 這個格局的作用 所以說 所以說 你看什麼經紀人報導啊 包括 如果大陸國內的一些媒體啊 說啊 什麼東西 其實大叔叔 你要 最原 最原始的那個技術面去看 嗯 去認識這個問題 嗯 包括美國出品也是一樣的 嗯 所以說我我認為的話 呃 這個 經紀學人的這個報導啊 看看就 就好 看看就可以 當小說就是 哈哈 對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上一次因為時間 嗯 不長 我也沒有論述到 就是 一旦台海 發生衝突 嗯 我認為是 很快就會收回台灣 嗯 嗯 因為無論有多少人跟我說 說 台灣現在正在往台獨 的方向 踏踏步的前進 嗯 怎麼怎麼樣 那個台獨的意識越來越強啊 反共的意識越來越強 這個其實我都看的是扯淡的事情 嗯 嗯 因為我看的還是基礎面 嗯 你比方說 你比方說 我如果說 台灣真的 包括台灣的百姓 台灣的政府 真的有 有這個志氣說 我要跟共產黨決一始戰 首先第一個 他的那個 當兵的意願就應該會很高 這是第一個 嗯 嗯 第二個 他的戰略儲備 就應該更多 嗯 比方說我多進石油倉庫啊 嗯 那個開發核能啊 多做防禦性的這種建設 嗯 然後呢 再搞好經濟啊 對不對 嗯 這個是 但是我 包括你平民老百姓 就是我如果說 比方說 我真的是有 對核共產黨決一始戰一心的話 那應該在 首先第一個 我更願意當兵 第二個 我要搞好身體 我更關注 國際上的一些 這個政策走向 好 所以 但是這些都不是 所以說我 你的意思就是台灣其實 沒有台灣人沒有戰 戰鬥的意志 就對了 對 因為是這樣考慮 很簡單嘛 就是我如果說 縱觀整個人類世界 其實 真正的拿出戰鬥意識的 其實就兩個 一個是宗教 一個是民主 嗯 就是你毀了我的宗教 我就跟你拼了 第二個是 你讓我這個種族滅絕了 嗯 我也跟你拼了 民族啦 宗教跟民族 對 他不是民族 是民族 民族 所以台灣沒有那種 民族的因素在 對 也沒有宗教的因素在 也沒有宗教的因素在 所以說他其實 但是老百姓的心是很清楚 包括我們也是一樣的 因為這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中華民國 上面有一個大中國 好 但是我要挑戰你一下 那個五色魔方 嗯 我挑戰你一下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現在 可以把 自由跟民族 有點宗教化了嗎 那如果你 你挑戰到我們台灣的自由跟民族 那不就是宗教了嗎 我不認為 現在還沒到那個份上 還沒是不是 對 中國 蘆教團統這幾千年 不是說 你說個幾十年就改得過來的 沒有那麼容易 你是說 你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嘴上說一套 背裡裡做一套 好 你說我們只是打打嘴炮而已 就對了 你 其實 其實是這樣說啊 我不認為台灣人少 大家 我認為我的智力也就一般 好 我都看得清楚 為什麼台灣人看不清楚 不可能 剛剛我有分析這個 就是有一個網路上很有名的 那個呂秋元律師 他的那個文章 他也是很多粉絲 他有講就是說 反正都是完蛋 但是起碼要佔得像個台灣人 那你覺得 是的 是的 確實 你 就是這個東西都可以說 包括我們 原來的時候 就是為了提高士氣 也會這樣說 但是說歸說 做歸做 你要看到 我怎麼做的 你不要聽他嘴巴上說 你要看他怎麼在做 好 好 了解 那那個 謝謝那個 那個 五色魔方 那 不好意思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剛剛提到一個 我還蠻有興趣的 就是說 如果未來 就是 中國大陸統一了台灣 有可能會把私有制 改成公有制 是不是 對 好 那 那台灣明星不就崩了嗎 不會 怎麼可以做到不會 對 這個肯定是不會 怎麼可能不會 首先第一個 公有制跟私有制這個東西 它是怎麼說呢 在我的技術上就是 我 我有使用權 政府給我多少使用權 對吧 大不了 公眾黨這邊把台灣那邊買一遍 嗯 因為 你就是用買的就對了 用買的 對 因為 實際上說台灣現在有自己的金融體系 嗯 有自己的價值體系 嗯 對吧 那麼如果是我真的過去了 公眾黨真的過去了 那麼這套體系肯定是要變的 嗯嗯嗯 對吧 那麼這套變的話 在我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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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我往前推的話 我自己有一個 冰炊的一個東西的話 我認為土地 必須要國有化 好 如果說私有化的話 不只 台灣完蛋 大陸也要完蛋 那個我 我沒有跟你講 就是我沒有跟你去爭論就是說 私有跟公有 哪一個比較好 還是怎麼樣 我只是說 你怎麼去做這個改 那你在改 明星不就崩了 嗯 我說你要怎麼去做這個轉換 這個我不知道 我充分相信 功能黨有這個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好 ok ok 好 那了解 那謝謝那個五色魔方 謝謝啊 那個也歡迎你下次再來call in 好不好 好的 好謝謝謝謝這個魔方 不要再叫錯你名字 但是我知道 大家已經回不去了 都會叫你色魔的 哈哈 好來 下一個 好的 好 好